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转转了几天不见 大家还好吗 刚刚的开头段子就是在这儿 就是北宁的中华街 为什么叫北宁中华街呢 因为这里的规模还不能叫做唐人街 唐人街有那个悠久历史 但是这里不是 因为这里这几年以来 北宁有很多中国企业 中国公司 中国工厂来这边 所以现在这里都有很多中国的店 然后这期视频 大家去看看这里有什么好玩的 看看这边的中国人的生活怎么样 这边吗 这边吗 前面吗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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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你们前面看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在北宁 哦 这不是 在ε 都在大部分多公里 哎 national 去 去吧去去去去去 想买就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都买可以啊 你姐有的是什么 你姐有的是什么 我会讲 中国的粥豆腐吗 应该是 星期就不然粥豆腐 神经病 这边有很多 但是不知道教隔和中国怎么样的 选吧 选吧 想吃什么 在中国我就喜欢喝这个 奶茶 这个很好喝的 有奶茶吗 这就是奶茶的 我在中国常喝这个 有很多你选吧 你可以选 黄老祈 正中文 冬凉茶 这个我们要因喜欢喝 那一个 啊 上面谁是黄老祈 酒 如果走就会有消失时间 没有茅台酒嘛 这里大概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一瓶 上面的就是八十块 这里很多 看起来很高级的酒 这里有很多中国的鸭 不知道价格如何 不知道价格如何 这边你们随时可以随时随地 听到中国 你快钱吧 你快钱吧 有点快吗 快 快 感觉中国零食怎么样 太多了 我不知道选什么 就随便选呗 不贵 但是我觉得我刚 对 我刚结账了 也不贵 贵但是 比中国 贵一点 因为都是进口货嘛 但是 也不是贵很多 不贵 不贵嘛 在店里面 我都听 我都听大副文 感觉 像你搭我去中国一样 是吧 我看里面都是中国人 然后就是 还有几个越南 就是越南女孩在那边 就是 也是会说中文 服务员也会说中文 有 有 有一个 中国帅哥 很礼貌 很有礼貌 很礼貌 他帮我 开门 帮你开门 帮我开门 中国帅哥都是这样子的 妈妈习惯 真的是帅哥 看你这个好色的脸 旁边后面有个 就是 温秋 特色小吃 不知道 就是卖 饺子 卖 馄饨 不知道 能不能带回家 上去 过去看看 这里是他们煎油条 是油条 里面是是做 巴子 有 我老公来 什么东西都贴着 很好 我点菜代回可以吗 我点菜代回可以吗 你是中国人吧 对 这个怎么不可以呢 是吗 我之前 我之前来这边吃过一次 但是 是吗 好 我看一下 就是你们在这边有小笼包 小笼包 这里都有 我看一下 小笼包 想吃吗 想吃吗 想吃 想吃 我就是中国留学生 然后我 对我回家 然后我有点想念中国的味道 就来你这边买 到这里就跟中国带中国一样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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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油条 这就是我之前在中国去的菜 知道吗 你们那边要买 我看一下 我上来给你标的 是吗 小笼包 对 小笼包 打包几楼 呃 就一楼吧 小笼包 打包吗 这位 那你是老 你知道吗 一开始我还以为你是中国人呢 这样吗 对 本来我是中国人 真的吗 对 你说越南语这么好呀 在越南那么久 哦 你在越南几年了 六年 六年就 我完全没有听出你的中国 越南口音 完全像越南人 哦 看 你们这是中国夫妻 到 这个 这个不是我的 啊 是吗 你到这边立业是吗 这是我员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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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 呃 当然你要是中国人 那 你坐去吗 好 我去下吃吧 哎呀 我这边就是顺利觉得我好做吗 在越南几年就先去好做吗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现在就一起当过去 嗯 已经当过去 这个 做这个东西 有人说 那个对了这个比你来进去 这边有好做 这边你看那个 那个要对这个要对的 你可以对 对 别听到说 你放个工作坤 听懂了 七七五个 我给我们一个人一天里 好 二十个月 你是中国哪里的岛 浙江 浙江国 我没有说浙江人 你都不会做事 你看 那在那边多久了 我在 我在中国才十个月 十个月了 我回家搭乎家的 我去捡我吃过韩州 我去搭买的 韩州是一个很好的 用料 好漂亮 这边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 敬亭 带你去逛逛 是不是平时就是路过 但是不敢下去是吗 对啊 那都是中文 然后自己又不知道中文 然后是不是也怕 这里 这里的东西都是 都是中国尽口的 就是怕坏 是吗 干嘛 这里 还有很多 很多公司在这边做生意 他们做生意也挺好的 你来了 嗯 对啊 太累了 我想喝奶茶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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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进去吧 看看 现在营业还没打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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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边有什么奶茶的呀 都是 奶茶 啊 你吃就拿得到 贵的 我也是 哈哈哈 什么 不定奶茶 你说中文呗 你说中文呗 说中文呗 不用不好意思 我拍个视频嘛 价格也不贵 就是和中国差不多 甚至更便宜 这个吧 嗯 大杯 大杯 两杯珍珠奶茶吧 对 好 还有 这样吧 我们两个 你学中文多久了呀 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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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呵呵呵 OK 累吧 喂 这里除了我 都会说中文 谁都会说中文 除了你是吧 所以嘛 人家 刚刚的学业家 他也就是 学中文的 学起年了 才能这样说的 所以你要继续努力 知道不 证明 嗯 然后过这边打工 嗯 卖奶茶 对啊 难道你想 给我打工 嗯 想给我打工 没那么急 嗯 可你打工可以 多多一点 是不是 显得美 好处不 好处不 好处啊 饿死了 哈哈哈 哦 谢谢 好处吗 里面是什么 它就是肉 肉啊 肉肉 嗯 好处啊 回去 嗯 嗯 嗯 等一下回去 给那个 弟弟吃 还有妈妈吃 啊 嗯 这个视频就是 简单拍一下 给大家看 给大家介绍 我们这边美宁的中华街 对 不能叫做 唐人街 嗯 但是这边还有很多餐厅 还有很多 啊 搬运公司很多 但是 我都不敢进 嗯 只能进去买一点零食 然后买一点小笼包 给小舅草 它尝试一下 中国的味道 嗯 看来也挺合的啊 挺适合的啊 挺对口味的啊 好了 那今天这样的视频 就拍到这了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 关注和点赞 大家记得想念 推荐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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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